每年秋天 夜鸟必东南迁 大约要飞行数千里 当领头夜鸟展翅拍打时 其他夜鸟会跟进 鸟群会排成V字队形 一起抬升飞行 夜鸟会利用叫声鼓舞同伴 来保持整体的速度继续前进 夜鸟比夜鸟单飞时 至少增加71%的飞行距离 夜鸟千里 蕴含目标一致 智慧团结 合作坚持之精神 护震人员正如夜鸟千里一样 团结合作 群策群力 彼此激励达成智慧化护震 精进辩明的最大目标 基优县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新竹县 宜兰县 云林县 嘉义市 新竹市 基优护震人员代表 云林斗六 宜兰大同 嘉义东区 基优护震志工代表 凌晨属子 苏素贞 107年度基优县市 台北市以成为宜迹永续城市为院长 所以这几年台北市的护震服务 主要是朝向数位化及资源共享的趋势前进 推动户籍申请数位化 让市民可以快速取得文件 减少受理及等待的时间 这些都是全国首创护震晋级的智慧服务 我们推动硬件数位化 并借接地震机关查询及比对 解决过去跨机关无法使用的困难 本次获奖除展现本府护震团队的卓越绩效外 更是本府市政团队共同的荣誉 也感谢中央的支持与肯定 这一次这个得奖非常谢谢我们护震市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整个护震全新北市 全台湾的护震都不一样了 我们让所有的新北市的市民也好 让全国的民众来了解我们的这个护震的眼镜 所以我们在这个板桥车站办了这个护震的展 很多年轻的世代不知道说 过去以前大家结婚登记是拿什么单子啊 当兵要拿什么单子啊 这个军人这个结婚还要一个结婚证 所以这都非常有趣 那在这个护震日的时候 我们鼓励我们同仁做更多的创新 也让我们的护震往前更迈向大步 谢谢大家 因为多年来的努力 让我们新竹县政府在民政区 吴助长的主任之下 每个十乡三镇的所有的主任 大家都战战兢兢 所有的我们的同仁都是非常的努力 所以注重行政效力 团队精神 让我们争取到全国联系三年都是得到非常优质的成绩 一眼县政府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云林县的护震服务连续两年 得到内政部U等的肯定 我想这是我们护震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 我们这两项的得奖 一项是福祉办公一站式的服务 一站式宜兰延满市的化机关的通报服务 我想是一个创新的一个便民的测试 在我们全体护震同仁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云林县的护震服务获得民众高度的肯定 并且荣获绩效评鉴的佳基 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秉持的专业 效率以及创新的服务理念 对于民众的大小事情 都当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提供最便利最优质的全方位的服务 分临好情好母最大心 我们这一次能够得到护震评鉴优等 尤其在这中小型的城市里面得到第一名 我们当然非常高兴 那我们的护震透过资讯创新科技的应用 我们来规藉各种一化护震的备民资讯服务平台 智慧城市就是用智慧的方法 用科技做手段来护震市民 我是新竹市长林志坚 很高兴新竹市获得护震绩效 评鉴最高的一个成绩 未来我们会加倍努力 继续提供给市民一流的服务 107年度基优护震人员 替民众申请护级腾本的时候 民众有询问想替小孩改姓 那主动来协助民众 辅导民众去填写 述树状以及如何向法院提出申请 民众接到法院的裁定文的时候 我还主动的来跟他办理 姓氏及姓名变更的户籍登记 当民众拿到户口名簿时 他脸上藏不住的笑容 一直来跟我道谢 这一次得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本所自105年开办行动化服务以来 总共办理的案件有954次 因为我们是在3D行政区域内服务 对于民众来讲 山区的一个交通并不是那么的便利 我们如果能够走下部落去服务的话 其实也可以贴近民众的心 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 虽然是公部门 但是好像也是一家人 有一位年近80 幼年时曾经在嘉义生活过的日本人 拦起了他来嘉义寻根的念头 东区护证书所为了要帮老爷爷圆梦 我们费尽心思抽失剥茧 终于找到了爷爷当初在嘉义的旧址 爷爷得知消息后 特地带着家人远从日本飞来台湾 感谢我们护所的帮忙 107年度基优护证志工 退休的很多 我有欠他们说来做点公益事情 来当志工为社区服务 可以增加知识观察 鼓励他们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 有人问我 做志工要有什么条件 只要你有三颗心 热心 爱心 还有一个服务热忱的心 你来当志工 你会得到你没有想到的快乐 我要把握有生之年 有用之身 当个称职有快乐的志工 恭喜107年度所有得奖基优单位 和基优人员 今年护证日庆祝活动 共表扬7个基优县市 15个基优护证事务所 72位基优护证人员 28位基优护证志工 10个人口政策措施 宣传绩效优良机关 共132个获奖机关及人员 你们是燕行千里的领头燕 请继续加油 Chanel 是 与 与 谢谢大家